每当秋天来临 卡拉斯便迎来了他最灿烂的时刻 此刻的风景有别于下冬两界 秋风吹过 带来了凉爽 也带来了五帅斑斓的色彩 白云飘过成林静燃 红 黄 绿交织在一起 看着真的像一副副 融幕仲裁的油画 如果更幸运看见神仙万个成物 那么此心无憾 这里是老村 老村的住宿条件要差一点 当然也可能是我住的要差点 之前的家庭 但是我更喜欢这种朴朔 与原始的氛围 让人感觉到一种不样的风情 卡拉斯景区老村 位于新疆布尔津县的卡拉斯湖畔 是土耳人主要居住地之一 与和睦村 北哈巴村 并列为景村的三个土耳人村落 老村周围的环境 只能用优美来形容 四周山暖起伏 森林密钵 草场繁茂 仿佛自身仙境 来卡拉斯旅游 分三个景区 河沫 百哈巴 卡拉斯 我原本是想着去河沫的 可到了景区门口 发现这么多车 想想还是算了吧 百哈巴不能飞航拍 所以排出在外 那么就剩下卡拉斯了 此刻天色还早 我便想着走路去马头看看 大多数游客都是在换城中心坐车去的 但我建议有时间的话就走路去吧 路不远 但一路都是美景 因为十一黄金遮过后 就没什么人了 地区 很多酒店 都没有什么客人 我觉得这样子才是 卡拉斯原本的模样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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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快我就到了码头 卡拉斯湖就在眼前 玩如一颗垂涮的宝石 远处是连绵起伏了山巒 白雪覆盖了山顶 仿佛是一座银色金字塔 据说湖里有人看见有水怪 水怪我是没有瞧见 由于宁静傍晚了 天倒是冷起来了 看见下游方向有很多老法师在拍照 这个更吸引我 于是我也跑过去拍了几张 好位置都被抢占了 各位将近的看吧 回到村上时已经天黑了 此时老村由于没有什么游客了 夜幕下异常临近 我走到家还在营业的管子 北疆整体来讲物价高 味道相比南疆 真的是差一时 看聚报显示明天会下雨 会下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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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鮮魚 你们知道我这是去哪吗 来卡拉斯很多人都会去看橙物 尤其是去陈仙湾看看 我也不例外啊 就看运气怎么样了 这都七点半了 咋还这样黑啊 然后就是 我感觉在下雨了 下了小雨 希望别下大 下大就完蛋了 你们看见吗 旁边是起雾的 但是咧 现在在下小雨 等一下会不会好 等一下会不会停下来 小雨停下来 现在我先走吧 现在已经走到有 五分之三吧 要走五分之三 准备到了啊 到了到了到了 我到神仙湾了 湖面罩东西有点雾 下雨啊 现在等雨停了 雨停下来 看神仙湖旁边有点停 一会儿 有雨雨吧 天气爆前是 有点多 会停下来 满满的 来看神仙湖的人 越来越多 因为下面的人会躲 不然就是上面那个亭子里面 也不会躲 所以 加之这个是雨 我感觉一是半活不躲 所以我想到那边 这上面冷吧 这边一下雨的话就会冷了 看神仙湖的 看神仙湖的雨停了 这后 真的美得像西安镜的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神仙湾的沉雾源自其独特的河湾地形 减缓了河水流速 为沉雾形成提供了条件 早晨低温和山区湖泊的温差 使水面水气淋结沉雾 而丰富的植被和湿润的空气 也释放大量水气 促进沉雾生成 多种因素共同作用 使神仙湾沉雾成为卡拉斯景区独特的自然景观 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观赏和体验 我现在飞航拍 但是我没想到这个雾这么大 然后会有风嘛 就会很冷很冷的 真的太美了 飞完航拍后 我决定到处走走 看看吧 这么美 不走走看看 感觉是白了 现在已经11点了 我准备再待一会儿就下午门区 我去看一下 因为我看到有人在回头走 应该是回着吧 真的吗 谢谢啊 看看 沿着河道 有很多前人走出来的路道 我们不在树林里 想着人走多远算多远吧 我们不在树林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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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变成为树林里 我们不在树林里 也不在树林里 我们是个树林里 成为树林里 成为树林里 更多树林里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应该还有一公里吧 到月亮吧 因为我走的是 徒步路线嘛 路程就会多一点 如果走站道的话 应该会好一点嘛 走公路应该更好一点嘛 这是我最放松的一次独自行走 也是我这么多年 走过最美的路 累了就随便找个地方 坐下休息 休息过了就继续走 新疆更美啊 秋天的新疆 更美啊 但是 但是 但是你们看这个视频的时候啊 应该是冬天了 那是冬天 你们告诉我 好不好看啊 新疆的冬天 北疆今天应该很好看 大不雪 可能等不到了 因为下雪啊 你还要一周吧 至少一次吧 就这样 不知不觉中 我到了月亮湾 你看 这里形式月亮 所以取名月亮湾 可能是一路都是美景吧 这里让我对它没有多大感觉 也可能是我累了 饿了 从早上到现在 就只喝了一瓶水 算了 我准备坐车出井去吧 好的 我现在准备坐车出井去了 因为我饿了 好吧 走吧走吧 走吧走吧 好吧 我们现在出发 我们现在出发 走一条公路 我们叫 叫铁甲公路 但是不知道 最新情况是什么样子 因为之前 前几天说 有封路的现象 我们去看一下吧 现在出发 点当前道路 继续骑行2.4公里 他要用 用北渡地图的骑行模式 因为其他地图 就是像高德啊 等轩 都还没更新这台公路 铁甲公路大概全程 55公里吧 他是从 甲登玉这个大停车场 然后到 铁热客提箱 就是导航铁热客提箱 就是导航铁热客提箱 铁甲公路是一条位于新疆 喀拉斯地区的绝美公路 全程约54.1公里 这条公路 以哈巴河县 铁热客提箱为起点 终点位于甲登玉 游客提箱中心 在这条公路上 我们需要穿越森林 石林 等众多自然地貌 沿途风景如画 汽车仿佛行着在山水花卷中 我是强烈推荐各位来这里走走 无论是自驾爱好者还是普通游客 都可以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乐趣和惊喜 很喜欢自驾这种感觉 就是风景在你左右 特别是一个人的时候 有朋友 左右就是风景 挺好 别风都是自由的 这地方好漂亮 一路都是美景 可架不住肚子饿 我得做饭 我怎么感觉要上一个 过去的 我感觉不好的 没有漂亮的玩笑 在我面前不出现 不出现 我就去 那裡 最后 有点 走 我好 少年 我突然下起来小雨 刚吃上饭 雨就下大了 我脚脚 不知不觉中变天了 当我下车查看那一刻 我被眼前的美景给震住了 也顾不上继续吃饭了 童话里说余黑会有一袋彩虹 真是太幸运了 把绚丽的七色彩带 如梦欢欢的花卷 在天际扑展 现在这天气真的太幸运了 特别是特别是特别的 这碗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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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现在 现在 高级飞 高级飞 这就是命 这就是命 这太漂亮 一跗很准 只要的 只要是 超级飞 更可以 更让我惊喜的是深喝的玩笑 也重重云称的束缝 那金黄的 橙红的 紫红的色彩 交织在一起 如同烈火燃烧在天际 照亮了整个世界 也浓浓了我的世界 让人心最神秘 有点忘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哪怕是夕阳的云灰啊 若是飞航拍 飞高一点 我相信前面还有日光 对 但是我现在没电了 没电了 没电了 因为一路太多美景想拍了 你没看到 太多美景了 想拍 而且我们现在这个地方 才是中间 中间段 然后后面还有将近40多分钟的路程 太漂亮了 看吧 相机不够用 根本不够用 两个相机不够用 在美景的时候根本不够用 航拍都拿来当固定牛了 因为没电了 然后我现在来收拾这些东西 因为刚才吃饭的时候 一阵 手慌脚乱 什么都往 往 什么都往车里来塞 我以为要下雨了嘛 想的去吃 快点 快快快快 我先坐视一下 天黑后 地上开始结霜 今天就到这里吧 今天真的很不错 很完美的一天 然后我现在准备睡觉了 因为今天其实还是挺累的 睡觉 早上起来 我煮了两个鸡蛋 就继续前行 我现在继续把剩下这一半截的路走 我现在后面有点好看 铁甲公路后半段 一路也是美景相伴 但没有前面给我那么大惊喜 围景一路都试了 就看我们能不能发现了 真的能让我热泪与痛得起伤 然后 有点小的感受 就是来到今天 来新疆的以前 因为我之前没有真正意味上来过新疆 上次来新疆是在疫情期间 因为刚进喀什 然后给疫情帮忙 就回成不了 这次来 真的不一样 因为没来过新疆 所以我之前的功率 但是想的是走长规路线 就不了解嘛 就大景点 大热门不拒 但是经过这几天的行程 有点不一样的感受 我觉得新疆的美 在路上 真的 路上真的很美 所以说我的后面的行程 就会有一些改变嘛 除了个别也特色的景点是不是 不去 但是其他的很多地方都是在路上 我觉得路上真的是太美了 怎么能这么美啊路上 我 没问题 我们在路上 我对此 都不在带别人 一路上 走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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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